張理事長 我敬愛的李部長 也是我的主委 那麼我們工程會同仁都非常的敬佩跟敬愛 我們的前主任委 還有花次長 還有我們的執行長 黃執行長 還有陳副使長 還有我們的可敬可佩的 我們這些評審委員 李教授我在仿光 看不到 還有各位貴賓 各位得獎的 建商廠商以及企業 恭喜你們了 大家好 還有議會的女士先生們 大家晚安 晚安 今天我非常高興 今天不是只有代表工程會來 我要來前一天 行政院特別交代 我今天來要代表行政院 因為行政院非常的重視 可惜我們院長跟政委 吳政委他們都非常忙碌 本來吳政委要代表院長來 但是後來又沒辦法 所以叫我今天來一定要講代表行政院 來祝賀大家 祝賀我們的建商廠商企業 恭喜你們了 大家得獎 我今天有個榮幸來參與這個盛會 代表非常非常的感恩感激 那麼我們看到台灣關海協會 在張李市長的帶領之下 那麼過去以來我們從921大地震之後啊 我們看到台灣的一些建築 甚至一直到以後的台南的大地震 以及花蓮的0206 兩個地震都0206的地震 那確實造成我們工程業界 對於地震對我們的考驗震撼 我們感到這個我們的建築工程 我們的公共工程的品質 我們要持續努力不斷的提升 這是我們的責任也是我們的義務 那麼我們非常佩服台灣關海 永續關海協會啊 那麼有這樣的一個願景跟創建 那麼能夠在這邊辦了20屆 20屆的這個國家金獎 以及台灣誠信品質獎 這對我們這個消費者 我們的人民購物的消費的安全保障 安全目標可以說非常大的貢獻 我記得我以前在88以前 我剛好買房子貸款 那麼自己一輩子賺了錢 就去貸款買房子 但是我們不知道要買什麼樣的房子好 因為我們去 雖然我也是工程專業 做了十幾年二十幾年的監工 但是我不曉得要怎麼樣買房子 因為房子都是現成品 施工過程中我們也沒辦法去監工 那我們只好到處打探 哪一家這個廠商 哪一家建商 哪一家建設公司蓋得最好 我們就去買它的 現在不要了 現在我們只要上台灣永續關海協會的網站 我們去把它Google看看 過去得獎的是哪些建商 哪些廠商 哪些有信義品牌的 誠信品牌的 就去買就對了 我想以後我的兒子女兒 問我要買哪一家建商 哪一個這個房屋 我就很容易了 我就告訴他 你到台灣永續關海協會 上面去看就好了 買他們那些有誠信的廠商的 這個產品就對了 因為老爸也沒有去監工 只有用這種品牌 這才是一個真正的一個方向 給我們人民一個選擇的 正確選擇的一個目標跟方向 我覺得台灣關海協會做這樣的貢獻 對我們國家社會是一大貢獻 那我們公共工程委員會 也在公共工程方面也非常特別重視這個品質 尤其院長上任之後 要我們做實事接地去 人民的怨氣 人民的反應 人民的需要 我們一定要調整我們的政策 要有效力的來為民服務 所以我們也提出了 我們整個工程產業環境的改善 採購法的修法 也感謝立法院這一次 在4月底之前三讀通過 那麼總統5月22號已經公布 那麼在這裡最大的貢獻就是 讓我們的工程產業的環境 更加的公平合理 而且考量到比例原則 那麼我們在這樣的一個採購環境之下 我相信我們未來的工程產業建設 會更 品質會更好 那麼更客觀 那麼進度效力等等都會更提升 那麼我們目前工程會也在推動 這個再生材料的再利用 我們有很多公共工程可以使用這些 我們再生力量 比如說混化爐抵扎 鋼爐 鋼爐 還是AC刨除料 我們所有的AC 道路建設到現在 都一再的在刨除了 因為它已經使用到了一個連線 所以刨除料非常的多 我們這些力量一定要遵惜每一份資源 我們要多多的善加再利用 那麼我們工程會也辦了一個工程的金子獎 事實上我們也應該第二十屆的 不過現在是十九屆 那麼只要是因為我們在莫拉克 這個颱風災害的那一年 因為政府要努力的去救災重建 所以把我們的金會預算全部 在這些 依注到我們的莫拉克 重建金會裡面去 所以我們就停辦了一年 那麼事實上我們應該也是二十屆 跟我們的台灣觀察學會的國家金獎 以及台灣品牌受贈的這些都應該是二十屆 那麼在這裡有一個非常大的意義 就是公共工程委員會辦理的工程金子獎 工程金子獎 它是有關公共工程方面的建設 那麼當然包括公共工程的建築 公共工程的橋樑建設污水等等 這些公共工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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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金獎剛好是跟工程會的金子獎並駕齊驅 也都剛好也都有20年了 所以整個國家的這些房屋建築 可以說是更安全 更有效的 讓消費者 讓產業 大家 還有政府可以說是三盈的狀態 所以有了去工程金子獎 也更要有我們的國家金獎 那麼以後我們經常會碰到這些大地震 我們就可以安心的住在裡面 沒有問題 那麼我在這裡再一次的恭喜我們 今天得獎的建商廠商以及企業 恭喜你們的 我們一定會採購買賣房屋 我們人民一定會更信任 更有把握 那麼更安心 那麼最後祝福儀會的各位貴賓 身體健康 事業萬事順利 謝謝各位